唐嫣怀孕期间都是非常低调的 然后生完了也没出来报喜 知道她生了还是从别人的聊天微信中 所谓的聊天微信吧 但是直到这两天才知道唐嫣生了个女儿 不是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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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顺说三遍 唐嫣产后付出拍戏 还是那个完美的身材 仿佛孩子生完就恢复了 真的是让她生了 让多少产后妈妈羡慕啊 说起唐嫣罗进这对情侣 当时唐嫣和罗进在一起的时候 罗进还没有那么红 但是这两年的罗进可是红到发子啊 反而唐嫣在结婚生孩子以后 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当中 特别喜欢唐嫣演的何以生肖默 不过总算她在产后就开始投入到工作当中 他们两个一个是娱乐圈的当红小生 一个是娱乐圈的当红花蛋 两人的实力可圈可点 在很多人眼里唐嫣和罗进的爱情就是想象中最美好的爱情 而在唐嫣的眼里 罗进则是她心中的崇拜对象 无论是参加节目接受采访还是在私下里 她都会忍不住夸赞罗进 每次提到罗进眼里都是冒着光的 但是其实唐嫣在和罗进谈朋友之前 和另外两个明星也谈过恋爱 一个是高云祥 另外一个就是邱泽 不过当时和高云祥谈的时候 还不是那么出名 然后跟邱泽因为有合作几个剧 两个人就因戏而生情 当然后来被证明这两个男人都不适合她 幸好当时没有在一起 再看如今的唐嫣 夫妻两个偶尔在微博中秀恩爱 前段时间是唐嫣大秀罗进给自己拍的照片 产后的唐嫣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 近日唐嫣现身宣传新剧燕云台 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唐嫣 在人群中十分抢眼 一双眉腿很抢镜 看得出来婚后的生活状态很好 只有幸福的女人才能有那样的状态 唐嫣谈及产后付出的感受 她坦言自从有了女儿以后 罗进似乎就有了更多幸福的烦恼 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罗进在女儿出生以后也是付出挺多的 新手爸爸当得很称职 导致女儿特别的沾爸爸 因为爸爸平时在外地拍戏 平常时间都是在视频中看到爸爸 等爸爸回来了以后 唐嫣把女儿哄睡了 没想到醒了又窝到爸爸怀里去 唐嫣还开玩笑地说 难道爸爸回来了 居然还嫌弃我了 这个画面也确实很搞笑 完全想象得出一家三口幸福的感觉 随后唐嫣也是调侃道 下次闺女如果再不撵我 我就不给她和爸爸罗进微信视频 虽然唐嫣嘴巴上是这样说 但是内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女儿这么沾着爸爸 说明爸爸平时一起带女儿的时间也很多 祝唐嫣和罗进一家越来越幸福 老公 男儿子 女儿一定有作为 请不吝点赞名 请不吝点赞来